是 現在這個MeToo的風暴 燒到了演藝圈 燒了演藝圈以後 燒到了黃紫嬌 燒一下燒到什麼 燒到了火藥褲 然後整個大爆發 大爆發之後 我覺得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 在演藝圈裡面 人人自為了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MeToo都是講自己的事情 但是他今天搞的是YouTube 他說你也是 你也是 難道你們這些人 對我落井下石 對我丟死的 你們都沒有秘密嗎 而且他話風一轉 然後他就說 好啊 我就要講啊 反正我要死了 你們也不管我 我管你們去死 他就全部講 尤其是大小S的事情 因為他跟小S在一起過 大小S那個時候 還有那些好朋友 仙女幫 不是在陽明山的豪宅上面 去Party嗎 那Party的時候 那時候一週刊 剛到台灣 拍了那個照片 而且看圖說故事 說有吸食毒品 或是課藥的問題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有去打訴訟 打法律的問題 結果他們是勝訴 但是這個事情 週刊輸了 對 一週刊那時候是輸的 但是黃紫嬌 要把這事情講出來了 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都沒事 你們還可以紅20年 而我呢 就要面對這個 MeToo的一個事情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把他講的 巨細迷遺 他在一陣混亂當中呢 他還是把這個 五個W一個H 講得清清楚楚 他說在台灣 然後呢在電台 對面的夜店 然後呢去韓國 他把這些點 時間地點都點清楚了 他甚至在講說 可是我不想啊 我不想 當時餵毒的時候 對 他就說我不想吸食啊 然後我不想啊 但是呢 光頭他就講聚菌液嘛 因為身材很壯碩 然後在韓國的時候 把它爆到了浴室裡面 所以呢 他有沒有吸 他的說法是 他有吸喔 那他有吸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就有毒品的問題喔 然後他又把這個大小S的問題 點出來 雖然他們都否認 然後也說要保留法律最安全 可是這一次業力引爆之後呢 他三段直播 其實你把它當成是一段 長的影片 二十分鐘來看的話 總共影響到了幾個人 十三個藝人 甚至呢連憲哥 吳宗憲的感情觀 也被他拿出來的獎了 然後呢 還有這個劉漢雅 他是說他要告 那這個陶晉瑩就說呢 希望他好好的可以過去 可是這個事情弄下去之後呢 十三又加一了 因為現在來說 他等於是點燃了一個火藥庫 現在NONO也有一個狀況 被人家講出來說呢 你是不是也是MeToo的加害人 他就說扯內衣 甚至呢 這個女生呢 堅決抵抗之後呢 他還講了一句話 這個人還講說 這個搞笑藝人還講了一句話 你不要這樣子嘛 一回聲二回熟 然後重點 他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點出來了一個 他就說賣雞排的 那你講賣雞排的 那就是 就是NONO嘛對不對 你就是把他給點名出來了 不過NONO呢 是有透過這個經紀人 就說 有錯他會認 可是呢 他的印象中 對這個人 這件事都沒有印象 做錯事會認錯 但是沒有印象的是 他說他沒有印象 對 他說他沒有印象 然後要怎麼樣的來一個回應 所以呢 在NONO 在黃紫嬌的13個藝人 通殺之後呢 對 又加一了 14 然後另外一個大哥也被點名了 剛剛講的 這個風暴為什麼越來越大 這個風暴越來越大就是 今天黃紫嬌不是一件兩件 他可能有好幾件的 對 因為黃紫嬌這個事情 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他當初有在電台 然後呢 有一個女孩子 他是會創作音樂的 那個時候呢 他鼓勵他創作 甚至在電台播他的歌 這個時候呢 他才17歲而已 他叫他拍比較不好的照片 就是上半身卷裸的照片 那第一件出來之後呢 又有第二個人來講 第二個人就是講得更露骨 所以如果這兩件事情 都是屬實的話 等於說這個套路 還有其他的一個被害人 而且被害人都是未成年 這個狀況下去的話 其實對黃紫嬌先生來講的話 是非常嚴重的 好 瑞德 剛才講今天居然講說 這個不是說只是一個八卦 不是一個性騷擾 等於說他會有刑責 因為當時那個小孩子 只有17歲 今天衛福部也出來講話 這件事有這麼嚴重 要犯到刑責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MeToo延燒到這個時候 已經第四個禮拜了 可是問題是 今天這個黃紫嬌的事件 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 第一線最大咖 然後公益形象 然後又是一個好男人 好爸爸的形象 打出來了以後呢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單純的說 被害的這個女子呢 她願不願意提搞的問題 如果裡面有真正未成年 我們所謂的刑法跟民法 現在未成年都是18歲以下 未成年的這個女子呢 她如果她的陳述為真 陳述為真就是說 在她未成年的情況之下 不是有所謂的全裸的相關的拍照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嘛 我告訴大家 如果這樣的行為 如果是單純性騷擾的行為 已經過了六個月的這個追訴期 然後民法也是兩年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剛剛未成年喔 你18歲以下 如果你有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法呢 讓她讓你拍攝這個相關的 這個所謂裸照的話 你就糟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公訴罪 公訴罪 這是公訴罪 而且呢 我舉大 這個法條是什麼 這個法條其實是 兒童級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你只聽到性交易對不對 你會以為說一定要有對價關係嗎 不是的 在第二條裡面是 拍攝製造散佈傳 那個播送交互 弄巴拉巴拉巴拉 這些兒童級少年的性影像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物品的話 你所持有這些 你所有持有這些相關的照片的影帶的話 你都違法 那法律是多重 拍攝製造兒童級少年之性這個影像的話呢 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恥心的話 各位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 是一年以上跟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大家都知道 六個月以下才有所謂的一顆滑金啊 六個月以上的話呢 如果沒有判處你緩刑的話 你就要抓去管啊你知道嗎 所以這條事實上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今天已經有人提出 那麼如果當時發生的地方 如果是在這個台中的話 要求台中地檢署的檢察官 必須直接就我們以前常講叫做 看新聞簡報 立刻主動用他字案進行偵辦啊 如果進行偵辦了以後 他會傳被害人來傳這個所謂的黃子椒 來對質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中檢會辦嗎 現在事情已經沒有這麼大條了對不對 不是他辦不辦的問題 你不辦也有人會去這個等下傳嘛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到時候真的 這個台中地檢署呢 進行偵辦這個事 傳了被害人來了以後呢 被害人又證實真的有這件事的話 黃子椒事情大條 在我跑社會新聞的那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丟掉你知道嗎 丟掉意思就是拐一個年輕 拐一個未成年的那個少年或兒童嘛 給他們拍攝相關的那個影帶還是照片 這樣自己欣賞而已喔 這樣都不行 你如果陳列的話最更重 但是如果你拍攝了以後呢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手法 拐得對方同意 你都違反了這條法律 這是非常可怕很重的一條刑責啊 好 所以超越 今天剛剛講 黃子椒今天報完了以後 他的情緒完原失控 情緒失控以後 做了一些制裁的行為 然後今天也送到醫院去急救 他想說到底怎麼樣 後來發現不是一個不是兩個 就有很多個 而且情節看起來都蠻嚴重的 是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你看 許潔輝他也是神引起來而已嘛 對不對 黃子椒你的罪比他重嗎 也許啦 你需要說在事情爆發 兩個週頭之內 你要發三段影片 毀滅式的影片 毀滅你自己 毀滅你家人 還毀滅了演藝圈一大堆人 為什麼 有這麼嚴重嗎 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覺得沒這麼嚴重 他自己知道很嚴重 為什麼 除了剛剛講的第一個例子 還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因為他都用同樣的套路 去對待這些小女生 包括有什麼十七歲 甚至於還有更小的 他同樣的套路是什麼 就是說 來上完節目之後 我送你回家 回家之後上去做做 我要拍點東西 你願不願意我拍 那當然願意 大明星大主持人 一拍先是拍得還可以 接下來就拿出很薄很輕的 比基尼或甚至比基尼更短小的 要你拍 拍了之後 他甚至會講說 你這個不對 感覺不對 我來教你 有個女生就講了 他說他叫她到床上去 然後叫她躺在那裡 然後衣服越穿越少 越脫越少 然後這是這個女生 自己 她me too這樣已經串聯起來 在上面自己陳述的 他說甚至於她起了生理反應之後 她還要這個女生去碰觸她 所以她覺得說 她當下是淚流滿面 她說我要離開這裡 她送她回去 沿路上她還說 就說還故作輕鬆出去看電影 他說臨下車的時候 塞了八千塊錢給她 好 然後還有一個女生就說 也是拍照 先是說要試那個什麼美少女去拍照 她一拍呢 她就覺得說也是 也是這樣子 衣服越拿越少 越薄得讓給她穿 通常很多女生就覺得說 大明星找我去當模特兒 當然就說是啊 可是越是越不對勁 可是呢也不敢講 因為他們年紀都很小 涉事未深 覺得說好 那我就隱忍 這一次呢是因為忍不下去了 有人跳出來講 他們呢有人說勾起了15年前的回憶 有人勾起了多少年前的回憶 現在都為人妻為人母 他們覺得說 當年那些眼淚這樣吞下去 可是現在他們不想吞 而且發現說套路一模一樣 都是拍照片 穿清涼罩 甚至於要做一些猥褻的動作 甚至於越來越嚴重等等的 其實我覺得她知道 要不然今天反應不會這麼大 一下子把所有人都都翻船了 因為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為什麼他們這樣會有事 他們這樣沒事 為什麼我要有事 為什麼也許她會認為說 我在這圈子這麼久 二三十年 比我更髒更臭更惡劣的人 都沒事啊 我這樣子 我為什麼有事情 而且眼看著 刷到尾巴了 因為你大牌嘛 你大咖嘛 現在都是一槍斃命啊 你這次這個事情一出來 你明天就再見 所有都沒有 剛剛講所有代言 所有她代言很多 十幾二十個代言 全部都立刻下架 因為形象一夜之間毀了 所以她深深知道 她的記憶力是非常好 她是很精明的 她知道這些年來 這十幾年來 她做過什麼事情 她知道這一旦 啪啪之後 那不是一個窟窿讓她跳 不是一次跳下去 是一大堆一連串 現在已經三個四個 可能還不止 而且年紀越來越小 所以她知道 她的心裡覺得說 這關不行 過不去了 當下 她可以立刻爆發到 不曉得是喝酒 還是嗑藥 還是怎麼樣 立刻就自殘嘛 對不對 後來大家找不到 因為她那個第一段 就很明顯就說 請你們好好照顧孟耿如 還有我希望說小玉米 不知道有這個爸爸存在 這已經太明顯了 第二段 第三段的時候 錄到第三段 你看那個畫面上 她是一直在戳自己的手指 她第一段還露臉 到後來一直戳手 一直戳手 一直戳手 戳到最後 所有毀滅性 她這個是沒有草稿給她看的 也沒有字幕給她看 她可以一連串了這樣毀滅性的 十三個藝人 都是這麼大咖 都是這樣子 巨細靡遺的點出 他們曾經跟她怎麼樣的互動 曾經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人什麼時候吸毒 去韓國什麼 我覺得是她覺得 我這一關真的過不去了 她當下 我們不能說她一哭二哭三上吊 但是這個是很標準的做法 你知道嗎 我先讓一大段 把所有人都毀滅了 對 之後我就死給你看 因為它裡面 第三段爆料裡面就有 不可能 大家都不要活了 不可能 你們不要我活 那我也不要你們活 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一起死 所以我覺得 她內心裡面的那個 很深很深的那個 太過黑暗 太過黑暗 黑暗到她今天 被這一個人這樣子 點出來之後 她整個的就大爆發 她覺得說 哇原來這半個月來 這一個月來 我們看這麼多人 這麼多的這個me too 現在燒到我 那我怎麼辦 她原來還在想 她有講 她說我希望他們忘記了 我說我希望他們原諒了 因為那時候他們都還很小嘛 小孩子嘛 那麼這麼多年 都沒有被翻出來 這一次她還在僥幸認為說 會不會逃過去 結果沒有 沒有不打緊 而且是啪啪啪啪啪連續的 這麼嚴重這麼大 而且那個過程 他們描述的這個 真的不是我們認識的黃紫膠 那個形象落差太大太大 你這樣子用 用你的這個權威 讓他們拍這樣的照片 許多女生還講 她說十多年來 她天天都在想 那些所謂的 要拍藝術照吧 藝術照到哪裡去了 我很擔心藝術照外流 我那時候 年少不懂事 被你這樣子 蒙拐騙 拍了這些照片 他們現在為人妻為人母 他們很擔心啊 所以就是說 做這些事情 她覺得 當然她現在就說 她良心受到譴責 她很懺悔 她對不起很多很多的人 可是她今天做這個動作 其實不是一線主持人 應該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是一個形象這麼優質 你是一個這樣子 這麼多人喜歡你 這麼多人信任你的一個主持人 一個藝人 你今天做這個事情 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 你自殘 你去拖一大堆人下車下來 他們跟你一起埋葬 為什麼 只是要凸顯說 有人比我更壞 有人比我更惡 為什麼他們沒事 為什麼我有事 我告訴你 我今天黃子嬌有事 大家通通有事 大家一起死 我覺得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黃子嬌你真的不應該這樣